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装一个像老师一样的 用外线能量的装置 这样就可以不吃饭了 体力也更好了 你这样说 体力也更好了 体力也更好 哦 好好 我看到一张像理发店了 现在中国的理发店不知怎么样 就那个斜斜躺的那个 不像理发店 要稍微斜一点 比按摩一高 就半躺着 我看到一张椅子 半躺着那张椅子 躺过来了 昨天那个比较像 就一个白色的 一个 一个 贴在这里 贴在这里 白色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接触了一个电梯 就一个 一个白贴在这里 给你贴好了 已经贴好了 好像你人躺在 那个 鞋椅子上 给你贴好了 贴好了以后 然后 他检查一下 检查上面送下的 天上送下的 纳路电 检查一下有没有电 送下来 一朝 有电了 然后再检查一下 像那个万用表 不是万用表 叫电度表 就是家里 你有没有开始用电了 他那个电度表 开始计数了 看看有没有计数 有计数就表示 你别开始用电了 已经慢慢开始 数字开始跳了 两个都通了 两个都通了 就这么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 昨天那个人 是因为 给别人站 是第一次 跟别人站 所以我们在那边聊天 看看 后续怎么样 也就是前倒 前倒好了 按上就行了 已经 已经给你按好了 昨天那个人 我们熬了聊天 熬了八分钟 在那边聊天 看起来 场景一样 场景一样 你 场景一样 我那个 可能他做额外的事业 就是场景上 搞了还搞了 无影灯过来 复杂了一点 因为做事业嘛 我那个 那是 昨天也是 那个也是 那你后面 你观察观察就行了 好 那我这个就挂了 你站好了 嗯